前文在族的書籍上一回 卓仲廉和耿兆南知道王兆熙 原來是朝廷的陰犯 這個時候 王兆熙一個人在花廳大杯大杯地喝酒 耿兆南在雙房走出來 臉色一沉 冷笑幾聲說 賢帝 你真是江湖上的大行家 如興佩服之志 王兆熙說 耿兆不用生 小弟是不得以而為之 耿兆南突然一手就拿過去低聲喝 你膽敢氣弄我們武當門人 王兆熙肩膊一側 耿兆南左掌呼一聲 打正他的胸膛 王兆熙微微一笑 肌肉突然間 鬆 耿兆南的手掌竟然扇歪了 王兆熙 依然坐在一張倚樹若無其事 耿兆南不由得大吃的驚 立即 立即左手琴拿右手點穴 一招兩式就猛然發出 這些乃是武當派大琴拿手的三十六式之一 王兆熙坐在倚樹 看來就很難逃避 誰知當耿兆南的左手一到 他打橫手掌一撞 就把琴拿手化開 跟著右手一舉 又將耿兆南的右掌托起 低聲喝他說 耿兆 我們不要動手掌 強敵已經到了 你跟我合則兩全 分則兩亡 耿兆南定神一聽 聽見遠處隱隱若若有呼嘯聲 你搞什麼鬼 去做一批又來一批 王兆熙笑著說 這次來的真正的賊 實不相瞞 穿閃邊區最厲害的五股大賊今晚都會來這處 卓大人並沒有多少錢 你們何必這麼小題大作女英外合 你當我是內應嗎 他們要劫的是我 不是你什麼卓大人 不過他們如果順手牽揚 劫了小弟之後再劫你們也說不定 耿兆南半信半義 我心想 看你兩手空空一件行李都沒有 劫你做什麼鬼 王兆熙忽然低聲說 你快點回到商房 將有官涵的燈籠拿下來 或者不會連累你們 耿兆南還遲遲疑 王兆熙在他耳邊低聲說幾句說話 耿兆南就不能掩頭 急忙退下 過了陣間 呼嘯聲越來越近 王兆熙將大門打開 在門外湧了十幾條漢子進來 高高矮矮站滿了整間屋 耿兆南一看 龍門幫的三個陀主亦在其內 路標頭裡面嚇到臉青口唇白 他小小聲說 這次糟了糟了 來了三批最厲害的賊佬 除了龍門幫之外 還有大巴山黑虎硬的方氏兄弟 還有定君山的麥氏三雄 耿兆南說 還有兩體未到來你等著看東西 定君山麥氏三雄的老大 麥馮春站在當中 他雙眼一掃 劇劇聲的怪笑 嘿嘿嘿 你都好東西 金銀珠寶收了一片水 還不快都拿出來 是不是混在那個狗官的行李裡面 黃照熙說 麥老大 你都是老江湖的 難道這樣都看不出來嗎 九民大名不過如此 都不用動手 你已經輸了一招了 龍門幫的總陀主陶景雄 他動起手指弓說 老弟 你真好東西 你拿出來 讓我們見識一下 我們做個朋友 黃照熙慢慢起身 將放在牆角的馬鞍一手拿起來 放在紙壇木八仙桌上面 壓到將桌落落 黃照熙拔出佩劍 輕輕一掃 那個馬鞍 本來是黑髒髒的毫不驚人 誰人見到都以為是七木馬鞍 誰只一掃下去 當堂金光透露 鐵皮裏面包的竟然是十足十的赤金 上面還傷陷著有十幾粒很圓正的貓兒 綠寶珠 哇 金光寶氣 橫到眼都花 麥是三紅你看我我看你沒聲出 原來有經驗的綠林大道 一看你行旅客商就能夠猜到他有多少金銀珠寶 就百無一失 穿閃邊境的五股強盜跟蹤黃照熙已經有很多日 見到他馬齊踏管 陳土飛揚 分明是帶著體積小而質量重的金珠寶 但是你看不出他藏在哪裏 誰都猜不到原來是包藏在麻案之中 黃照熙嘻嘻笑 拿著馬踏椅他說 大家都是同道中人 小弟沒有什麼敬意 這個馬踏椅就送給川散邊界的道上朋友 算是個小小的禮物 綠林群紅大家互相望下沒有聲出 後面麥逢春說 你厲害 你厲害 我們認輸了 他不接著馬踏椅轉身就走 耿兆南在雙房裡偷看 剛剛鬆了一口氣 見過麥逢春正是走到門口 忽然間外面一陣怪笑人仍然閃 有個矮矮肥肥的伯父走進來 他吃了一枝大煙斗 吐出漏漏青煙 怪聲怪氣地說 好呀 都不等我來你們就分贓了 麥逢春說 邵大哥 我們輸了 那個矮肥伯父用煙斗一指 輸什麼輸什麼 我早就看出他馬鞍裡面有鬼 你們的說法我全都聽到了 我不是乞丐 想施捨個馬踏椅給我就行了 不行 耿兆南在裡面看得很清楚 他雖然跟這個矮肥伯父未曾見過面 但是看他的神器打扮 已經知道他是閃爛的獨腳大盜兆宣揚 他的煙斗 亦是一種罕見的外門兵器 可以作為點閱缺用 又可以作為五行劍用 他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 想不到他那麼無賴 黃趙熙微微笑說 少大爺 你是我的前輩 這個馬鞍孝敬給你老人家 本來不算什麼 無論我還有一位朋友他說不肯 邵宣揚說 哪位朋友請出來見一下 話又未了 在商訪裡面 一聲一個人衝出來 他說 武當門人耿兆南拜見各位前輩 邵宣揚眼珠一轉他說 啊你是武當門下嗎 我們親一下 伸手一拉 三隻手指一扣 暗藏分根錯骨的利害手法 耿兆南的掌心向上一摺 手腕一轉 用出武當派掌法當中的三環套穴 將邵宣揚的手法解了 邵宣揚左掌忽然在他肩膀一按 說一聲 好啊 耿兆南退了一步 雙比一抱 左掌微微抬高 用出了招如膚晒網 又將邵宣揚的琴拿手拆了 邵宣揚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果然是武當門下 耿兆南顯了兩手武當絕技 當堂將邵宣揚嚇壞了 本來呢 輪到武功 邵宣揚還在耿兆南之上 但是這樣啊 武當派那天武林正宗 盛極一時 綠林好漢是沒有過不忌憚的 邵宣揚向後一跳 他說 竹蝦又何苦插手啊又 耿兆南說 什麼插手 我們同為一伙的 金是小事 武當派的威名不能夠在這裡衰的 哈哈哈哈 武當門人從來不保鏢 也從來不做賊 你怎會跟他們同伙呢 江湖的事人人都管得 你似人多打劫 給我見到我就不給 是不是你師傅叫你管家啊 為什麼只是派你一個人來呢 勞見不平拔刀相助 不用師傅命令 王照起連王對他打個眼色 耿兆南會議 他跟著又說 武當第二代弟子在陝西聚會 只是想跟你們武林中有頭有面的人物見下面 兆孫陽聽我疾了疾 他本來打算如果只是耿兆南一個人呢 就索性將他殺了 毅師滅跡再說 現在聽說武當第二代弟子在陝西聚會 實是來了很多人 趙孫陽硬大個膽 也不敢跟武當派群雄相鬥 於是將燕頭一收 笑笑口說 祝下何必這麼大火氣呢 既然這位是你的朋友了 我們沒有說不買過交情的 那麽 耿兆南面口當堂鬆翻 不自覺地用衫就每一把額頭的冷汗 原來他試了兩招 自己知道不是這幫賊的對手 是全靠武當派的威風 才把敵人嚇他 他先從所說的武當派第二代弟子 在這序聚會又不是全假的 紫陽道引是曾經派了四個弟子來陝西辦事 連他就五個人 但是那四個人跟他並沒有什麼約會 趙孫陽看到他用衫就抹汗 他突然站著不動 雙眼閃閃發光 王兆喜的心想 閉加火 趙孫陽忽然哈哈大笑他說 喂大哥你來得對 你聽下這個年輕人是不是車大跑 說話一完 猛然間一鼓強風撲禮 吹到花廳裏面的蠟燭閃閃閃閃 見一個又高又大的紅面老人 突然間在外面飛身來到 他大聲笑著說 哈哈哈哈 武當派來了四個人 不過都被人家抓住了 人家敢碰武當派 為什麼我們不敢碰 這個年輕人一個人在這處 我們將他打死了 就去荒山餵狼齊 就算是武當五老找到來 你不將也算不到我們身上 自不然有人跟我們負責的 又出手啊 這算不是他管難的地方來嘛 龜右章說 為什麼你這麼細膽 我們村閃的鹿林道 總不能夠被一個後背小女兒壓住 他口一邊說 那隻葵線那麼大的手啊 已經兜頭拿下去 耿兆南見他掌心血紅色 變得敢接啊 只向後一縮 右腳飛起踢他腿彎的白屎穴 貴右章怪笑一聲 把他身一閃 跟著上前 右手不止好像鐵鉤一樣 一手就拿耿兆南的腳踏 耿兆南的身又是一縮 貴右章雙掌連環猛打 耿兆南唯有一尾向後退 新聞罵王兆熙為什麼你還不來幫手 貴右章雲掌如風 將耿兆南一直逼到長國 他正想施展殺手 忽然聽見王兆熙說 你們要我的馬安這樣都不難的 不過你們問過玉羅撒沒有 邵宣楊和方氏兄弟麥氏三雄 正在包圍黃兆熙 聽他這樣說大吃一驚 邵宣楊啪聲跳了圈子 他說什麼玉羅撒 黃兆熙說 陸林道凌結千家 不節薄禮 這些是人家送給玉羅撒的財禮 你們想黑吃黑 邵宣楊面色蒼白他大叫 大哥 你停下手 貴右章一個後翻 跳轉來他說 你這個英俊想拿玉羅撒嚇我們 黃兆熙說 誰嚇你 把馬安的翻 反面黑著幾個字 敬情戀藝上小姐診立 黃兆熙說 不是我現在黑 邵宣楊將龜幼章拉在一邊 細細聲說 龜大哥 這件事人靈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繼小弟之見 還是放走他吧 龜幼章 倒下頭在想 默氏三孔 龍門三陀主都圍上來 只剩下方家兄弟在花廳裏監視 那樣的黎真是大出意外 耿熙南不由得整個人定型 他想 誰是玉羅撒 這個名字從來未聽說過 為什麼這些強盜黑成這樣的樣子 過了一陣間 龜幼章猛然抬起頭雙眼一輪 大聲地說 是玉羅撒的刀要劫 邵宣楊嚇了一跳 急急說 大哥 大哥 龜幼章 拍一掌 放到八仙桌上面 當堂將八仙桌打踏了一角 他說 這一年來 我們受那個靚妹的氣憶受夠了 索勝趁這個時候 盼死跟他鬥一鬥 邵宣楊退了幾步 他說 那 那 那不好吧 龜幼章說 虧你一世威名 怕成這樣的樣子 說他厲害 我們只是倚民未曾親眼見過 喂 你們有種的就跟我來 你這個英俊的馬鞍 我劫剩了 麥視三控龍門三陀主 縮了手不動 之後方家兄弟說 我們兄弟願聽龜大哥調道 龜幼章 邵宣楊一眼 他說 好啊 我和你做了幾十年兄弟了 邵宣楊虎笑說 你大哥既然要做了 小弟呀 你只有服從 貴柔將怒吐一聲 隔著將桌子伸手就撒 王兆喜的身一閃避開了 方家兄弟一左右撲上去 王兆喜的身一轉 一朝左右開工 將方家兄弟隔開 龜幼章手腕一翻 拍起縱紙食紙 罩然發出直點王兆喜雙眼 王兆喜洗過縫點頭跳在一邊 他冷笑說 龜老大 你中了我的換兵之計 你要劫就應該早點劫 現在劫 已經來不及了 你聽聽外面什麼聲 龜幼章惡言 他說聽 外面全是打耕 竟然是打五耕 王兆喜嘻嘻大笑說 你聽到嗎 打五耕了 玉羅撒馬上就來 龜老大 你還不停手就要死無葬身之地 龜幼章喝他說 死靚仔你還想拖延時候 送你去見閻羅王先 呼一掌又兜頭劈下去 誰知黃兆喜將手仰兩仰 將花艇那兩枝大牛油蠟燭打色 當堂一片黑漆 耿兜男貼在牆邊 頂住呼吸 那幫賊 雖然是人多世大 在黑暗之中 一時之間也不敢亂動 貴友將定了神地聽 想跟聲進擊 這個時候 忽然間在外面傳來清脆的笑聲 聽起來似乎是很遠 雜時間就來到門外 眾人眼前一亮 聽門一開 一對少女走進來 前面四個人 玩著壁沙燈籠 後面四個人左右分裂 擁著一位天鮮那麼漂亮的少女 行王三白寧蓄腰 笑盈盈地一步一步走進來 那幫大賊 那個傻傻 有幾個 直接臉如死灰縮 一角動都不敢動 王趙希很高興地說 連女俠 家父問候你老人家 那個少女咬咬頭說 有心了 家父托我帶這個馬安來給你 怎知他們 你的來意 我早就知道了 是不是他們看中了這個馬安 講完鳳眼一掃 邵孫陽急急說 我不知道是你老人家的 耿少男偷笑 這個女郎看上來 最多不過二十歲 邵孫陽這麼大年紀 還口口聲聲叫他做老人家 那個少女眉毛一樹 冷笑一聲說 不知不醉 你們都跟我回山 貝老大 你都來了嗎 你這個月的進貢還沒交播 是不是忘記了 他說 貝有張調雲呼吸的鼎鼎神 他說 玉羅撒 別人怕你 我不怕你 這處又不是你的地界 你這個馬安 我要緊的了 一個戰報衝上來 那個稱為玉羅撒的少女問他 還有哪位插手要這個馬安的呢 麥視三恐龍門三陀主 連亡退在一邊說 不敢不敢 邵孫陽面色慘白 他已經說不出說話 方家兄弟就不出聲 不過就跟著 連看都沒看清 小冉就同時 撇了玉羅撒一掌 大聲慘叫在地上滾來滾去 玉羅撒閃電那麼快 連你下了三手獨招 把三個大賊打倒在地上 仍然是笑眉眉站著若無其事 那些綠林漢子全部念伏 玉羅撒對麥視三紅龍門三陀主說 不關你們的事 你們起身 這時候邵孫陽猛地求要 玉羅撒只是冷笑不回答他 三個人當中 龜友張就武功最高 他被打倒之後 馬上運耐力來抵禦 忍著劇通 所以初時不像方氏兄弟那樣大聲慘叫 誰知道他不運氣來抵禦猶至可 一運氣抵禦 身體裏面 當堂有千萬條毒蛇亂飆亂咬 連喊都喊不出聲 其他人只是見他頭頂上熱氣騰騰 黃斗那麼大的汗豬 一唔唔地滴出來 面部的肌肉一陣陣軟 痛到他連臉都變了形 方氏兄弟叫 救命老人家開刃 快點殺了我 龜友張連眼睛都凸出了 喊不出 玉羅撒笑盈盈地說 方家兄弟你們是重返 罪假一等 免了你們的刑罰 一人踏了一腳 兩兄弟慘了一聲就不動了 耿少男看到他驚心動魄 傷不到一個這麼美艷的少女 竟然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扯聽下回 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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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解